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8月13号星期日,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前日子呢,有一朋友啊,买了只鸡,然后呢,人呢就回国了 这鸡呢,他也没带走,也带不走,就放在我这儿,让我临时啊,帮他照看一下 结果这朋友呢,后来就说了,这鸡就送你就完了 但是呢,我们家养鸡有困难,因为我们家有狗嘛,这个鸡犬不宁嘛,对吧 这鸡呢,放在院子里呢,狗呢就给他啃了,就也没办法 就只用拴在我们家门外的一棵树上 然后呢,每天呢,我给狗喂饭的同时啊,留出一点大米饭 在喂这个鸡,结果我发现这鸡啊,喂了一个多月了 这饭是没少吃,但是肉没怎么长,也挺疑惑的 我说这鸡也得糖尿病了,对吧,这个血糖高,对吧 这吃的挺多,这个不见长,还反而到瘦了 于是我就观察了一下啊,原来呢,不是因为我们家的鸡啊 有糖尿病,什么毛病呢 我们邻居啊,他们家也有一个鸡啊 它那个是一个维塞亚的土鸡啊 是一只身体非常强壮的老母鸡啊 每次我喂完饭啊,我就直接进门了嘛 然后呢,那只鸡呢,就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啊 冲到我刚才喂饭的那个地方,把我给我们家鸡那个饭啊,抢走 我们家鸡呢,一开始可能还会正不正不抢一抢 但是人家是一个又聪明,又有体力啊,又有拳团的选手啊 多我们家那鸡,我们家鸡就躲一边去了啊 可是我给他的饭呢,就全给我们的鸡家这个维塞亚的鸡了 你说我能,啊,对吧,咽家这口气嘛,我这一护毒的人,我一时就出现试图把这鸡给抓住啊 然后呢,给他俩大嘴巴子,教育他一下 结果发现啊,挺难的,为什么呢,这鸡会飞,对不着他 而且呢,经过一两次的这个追捕之后吧,他就敏感了 还再想徒手抓他,根本不可能 这个让我很气恼啊,但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于是呢,我就想起啊,咱国内有一种这个抓鸡的方法啊 就是骨法抓鸡嘛,就是拿这个几个玉米豆啊 然后呢,拿一个叶子,把叶子呢,卷成一个桶状啊 然后呢,那个三角桶状,然后呢,把这个玉米豆啊 用这牙签啊,还穿在里面 那鸡多这个里面的这个玉米的时候呢,眼睛就会被遮住啊 然后他呢,又舍不得这个松嘴 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呢,会有几秒钟的这个时间啊 你可以趁着鸡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啊 跟那个玉米豆挣扎的时候,你一把就给它耗那儿 所以呢,我呢,就特地啊 从第二天的早饭里啊,省下出二来个玉米豆啊 然后呢,挑了12个牙签,还剥了6片叶子 给这个邻居家这个韦塞亚鸡啊 做了一个陷阱 然后呢,我出去给我们家的鸡尾饭的时候那天啊 我特地啊,打了一双份 为什么呢,这有吸引力啊 果然呀,我放饭的时候啊,我就看见那只邻居家的尾塞亚鸡啊 就站在十几米外,就盯着我啊 就等着我放完饭啊,过来冲这个冲塔啊,对吧 抢这饭子 我呢,顺便呢,就把这个陷阱给他布置好了 哎,我是真没想到啊 我这个,我一个比往常啊 多余的一个动作啊,居然引起了他的警觉 为什么呢,我布置好之后啊 哎,我就往家走啊,然后躲到我们家门口就看啊 对吧,冲过来 然后呢,他要是搬那陷阱去了 我不能抛住他吗 哎,结果呢,他发现今天的气氛啊不太对 啊,他就不来了 哎,好神奇啊 我真没想到这个鸡居然这么鸡贼啊 啊,反正等了十分钟吧 我们家的鸡都快吃完了啊 都快撑死了 平时可能没吃过这么多啊 都快撑死了,翻白眼了 我说算了,别等了吧 我说就是可能没戏了 我就开我们家那大门,铁门嘛 一打开,自拧扭就有事啊 我就进去了 一进去呢 那只鸡呢,哎,就知道我肯定进院门了 咔,就冲过 咔,就冲过的时候啊 还明显的知道 就避开我给他布置这个陷阱 直接奔我们家这鸡就来了 啊,我们家这鸡这个吃饭的点来了 坑坑坑,那就捉实去了 我一看这哪行啊 哎,然后呢,我开了 我拉开铁门,咔就冲出去了 因为开门声音嘛 他一看我冲出来,他就跑 反复得有个四五次吧 啊,然后呢 我一看实在是没戏啊 抓不着这个鸡 这个鸡实在太他妈贼了啊 真的把我玩了一溜一溜的 好像一刹那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猎物 不是这个维塞亚鸡 今天这个猎物是我 是他来逗我玩的 猎我玩的 哎,我没办法 算了吧 就不抓了 这真的还是挺难的 我真是没想到这个当地的维塞亚土鸡居然能有这么聪明啊 不知道哪位朋友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抓鸡的方法能抓的 当然了,如果再抓不到他的话 我可能想着就做把弹弓吧 对吧,再升级一下武器啊 我也不想要他命 我就是想惩戒他一下 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个三米的绳子呢 我说,这个之后啊 就给他捆在我们家门口那树上啊 就是给他,无法大绑到哪啊 然后呢,那个给他挂一牌,偷击贼,不是,偷粮食的贼,但是看来现在是没吸引 必须得武器升级以后啊,才能干这个事 得了,就跟大家先扯到这儿吧 没让我们再继续扯到飞兵的事